來看一下25度C誰的溶解度最大 那你怎麼會?他問你溶解度最大誰會? 會溶的就溶解度比較大 不會溶就溶解度比較小 那會有被啊,鹼土族的碳酸鹽跟硫酸鹽會沉澱啊,不溶啊 所以什麼硫酸鈣啊、硫酸被啊 都是碳酸鎂啊,都是鹼土族的碳酸鹽、硫酸鹽啊 所以它都會沉澱啊,所以它溶解度小啊 所以就知道誰最大,蕭酸鹽最大,就知道了 所以答案就選出 答案就選出 不需要另外什麼特別背過你就知道 所以這一題,誰最小 跟剛才類似題嘛 只是問的方法顛倒而已 剛才問最大,現在問最小 類似題啊 應該找誰啊,找男生找女生 男生對不對 林仲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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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 許用誠 許用誠 許用誠,起立 誰啊 答案 你答案選B 請坐 他問最小就沉澱嘛 碳酸被鹼土族的碳酸鹽會沉澱啊 其他都不是背過的會沉澱,所以答案是C啊 鹼土族碳酸鹽會沉澱啊 請問你這跟他一樣嗎 跟他一樣 我跟你教過了,國中學的沉澱幾乎都是什麼顏色 幾乎都是白色的,所以你只要背那個不是白的就好 沒背過就是白色 玫瑰都沒有背過 林仲燕 誰啊 你選B,你們大家都很喜歡B啊 你們做 綠化鈣加碳酸鈉產生 碳酸鈣跟綠化鈉,碳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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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鹽酸鹽會沉澱 什麼顏色,白色,所以就這樣 所以這些都是在考你那個,鹼土族的碳酸鹽跟硫酸鹽會沉澱 我叫你要把它背好,背好就對了 下一題 他說這樣鈉投入水中跟綠化鈉是一樣的 那你就要記得鈉投入水中是什麼 鹼金族加水產生什麼東西啊 氫氣嘛,氫氣 那看誰是氫氣啊 大理石加鹽酸產生什麼 二氧化碳 碳酸氫它的加熱產生什麼 二氧化碳,這是我們要你背的 然後酸氧水變成產生什麼 氧氣,所以他們都不是氫氣嘛 所以只有誰是氫氣 活性大的金屬加C酸嘛 鎂加鹽酸,活性大的金屬加C酸就產生氫氣 這是我們講過酸的通性的重要性質 所以答案選A OK嗎?OK 那請問你 誰會跟水作用 有背就會 剛才就有背過就知道 誰會跟水作用 剛才是林燕儀對不對 所以帥哥男 有帥哥男,這種女生 有帥哥男嗎 有,林厚史 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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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 所以答案選出 請問你,那跟甲丟到鹽酸的產生什麼 就是剛才跟你講過那個 就是剛才跟你講過說 酸的重要通性嘛 酸的重要通性 在膠酸檢炎的時候 就跟你講過說你要背 這邊也是一樣 什麼東西玩 可愛小女生有嗎 男生 女生有嗎 有 江若萱 最可愛 誰啊 B 請坐 B是什麼 活性大的金屬加西酸會產生氫氣 好 重要性質 酸的通性 兩個說要你背 一個叫做活性大的金屬加西酸會產生氫氣 一個是碳酸鹽加西酸會產生二氧化碳 你就背 就對 OK